被讨厌的勇气 对 然后其实 我第一次看书 看那么多 一次看半本 因为我这个人是很懒 我看到字就会害怕 可是这本书 我觉得非常值得看 是因为 我觉得 现在社会 我觉得快乐 其实是不容易的 你们在平常社会 社会中 会不会就常被攻击 虽然我小时候 也会被攻击 之前会有人问我说 柯柯你有没有 霸凌过 我觉得很多人 每个人长大 都会遇到被霸凌的事 可能不是那么多人霸凌你 可能是一个人霸凌你 一个人攻击你之类 总而言之 都会遇到一些 就是伤害你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这本书很重要 他有说 否定就是 你过去的伤痕 你会说 我现在为什么 为什么 可能我现在就是 害怕跟人群交往 是因为小时候的创伤 那一些的 人会给自己找借口 我没办法做到什么 是因为 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是 自己愿不愿意去做 而不是 有没有能力去做到什么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 要主动 要勇气 要敢突破自己 那我觉得 他有一个地方 就是我可以分享给失恋的人 因为常常有人会跟我讲 就是 说他过得很痛苦 失恋啊 很痛苦啊 什么的 可是有时候 痛苦是你自己决定 要让自己痛苦 你可以选择 不要那么痛苦 因为如果你一直就是 让自己就是有的那种 痛苦的想法 就是想着 自己好可怜好可怜 你永远都不会面对 你自己可以很幸福的事情 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价值观就是 不要活在别人的期望 每个人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不是你 你才是你自己 你自己想要什么 比较重要 而不是别人想要什么 我之前的男朋友 我玩不好他会生气 然后就会把自己的压力用得很重 就是会玩游戏 你从一开始玩的开心 到后面你只要输了 就会哭的那一种 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夸张 可是我之前输真的会 会很难过那一种 变成不快乐 你知道吗 我会慢慢的就是 去寻找就是自己想要的价值 而不是别人想要的价值 因为别人想要的 不代表你自己想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